今天上午装载有50组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中铁连级武汉中心站出发 且往德国杜伊斯堡 而这也是疫情防控以来从武汉开出的首趟中欧班列 这趟班列装载的将近9成货物为武汉本地企业生产 其中有支援欧洲各国的医用五纺布、医用桌布等防护用品 总重为166.4吨 班列预计15天之后抵达杜伊斯堡 随后货物将会被分拨至德国、法国、匈牙利、捷克和波兰等国